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Cassandra 今天录的视频就是一年一度的2019年的彩妆最爱的视频的分享 那从我看频道以来,我每一年都有录这个视频 17年,18年的彩妆最爱 99%吧,都是我19年一直都有在用的彩妆品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跟我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我19年其实并没有买很多很多彩妆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这视频呢,是把我的18年和19年的彩妆最爱进行一个对比 看看有哪一些彩妆品呢,是我19年一年非常喜欢用的 然后哪一些呢,是被我更新掉的,替换掉的彩妆品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那今晚看个视频吧 第一个类别呢,就是妆前乳 18年的最爱视频里面,我没有提到妆前 那19年,我有发现很好的妆前呢 是这个Too Faced这个Hanover的这个椰子香味的这个妆前乳 像是Too Faced下一个老牌的产品了 就中性混干干,并很适合的一个妆前乳 它里面是有淡淡的椰子香味,然后很保湿 它上了之后呢,会有点沾沾的那种感觉 让你的底妆能够更加的持久,更好戴在你的脸上 优点满满,没有什么缺点的一个妆前吧 我觉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呢,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就太滋润了 而且我觉得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也不挑粉底液 所以是一个我觉得下面很高的一个妆前 接下来呢,就是粉底的部门 那18年我发现的粉底呢,是Dior的这款Forever Undercover 这个高遮瑕粉底 它是比较适合一个油皮或者说混油这样的裤子 它遮瑕非常的好,而且就比较干 能够一天真的持妆时间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这个粉底呢,其实19年我并没有怎么用了 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颜色太深了 不是很适合我,后来就被我送给我妈妈来用了 19年呢,我用了比较多的粉底呢 其实算是一个,我以前一直都有在用粉底 算是我19年的一个rediscovery 那就是这个娇懒的这个内衣粉底 这个是我的,真的是一个真爱粉底液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贴肤轻薄 跟它名字一样是内衣粉底 我觉得是我目前用到缩粉底液里面最轻薄,最skinlike的 就像是你自己的皮肤一样,好像没有上粉底一样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虽然是中等,但日常用的足够了 叠加遮瑕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很持妆 它是个非常轻薄容器很强的这样的质地 然后呢,就戴上脸之后呢,好像就像那种磨水的感觉一样 就是又轻薄又那种stain的那种效果 就是能够持妆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粉底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我就对娇懒这个牌子整体有了很好的一个好感吧 所以19年我又买了这个娇懒这个小灯泡粉底 那这个粉底其实我也很喜欢 但这个是我12月份才开始用的 所以我没有列入到今年的这个妮容最爱里面 小灯泡要更有光泽一些 那小灯泡的这个质地的确是要比内衣粉底这个要厚得多 那没有内衣这个那么的肤贴 但其实也是非常不错,也是一个很高品质的一个粉底液吧 那这个内衣粉底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会氧化 然后这个氧化还挺严重的 我觉得小灯泡没有怎么氧化 这个氧化还挺严重的 这个颜色我买的是02人其实太太太深了 应该买最浅的颜色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粉底液 所以它氧化这个问题就被我忽略掉了 因为这个粉底液我觉得真的是太服贴太完美了 用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尤其是夏天用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皮肤虽然是夏天虽然混有了这个状态 夏天用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舒服 因为没有任何的负担 所以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粉底 接下来的一个类别呢就是遮瑕 那遮瑕18年用的是这个NARS的这个圆管的遮瑕 其实这个遮瑕从我18年买到它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用过别的遮瑕了 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被我用空了 就已经是基本上见底了已经 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就用起来就不想再放下它一个遮瑕 质地做得很好 非常的creamy 很creamy 但是呢不干又有一定的遮瑕力 它遮瑕力其实没有特别的强 如果你用的很深的痘液呢 其实遮不太住 但日常来说非常的好 尤其对于眼下遮瑕来说 这个遮瑕就非常的滋润 因为我眼下其实还挺干的 所以眼下其实我很少会用遮瑕 只有这个圆管遮瑕 我觉得是不干 是很滋润的一个遮瑕 用起来很方便 因为它是这种小圆管这样的设计 你就拿手指这样站就可以了 都不需要用刷子 不需要用海绵带 用手指就可以轻轻的 就可以把它推开 眼展性发现的好 持着力也发现不错 我觉得整体是没有缺点 真的是没有缺点 如果非要敲到缺点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可以再稍微提高一点遮瑕力 这样的话全脸应我觉得都很适合 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遮瑕 下来的这个部门呢 就是葱饼或者古葱粉 从我17年开始 17年18年19年 我已经做了都是这个香港的bronzer膏 因为真的很好用 是我今天用的这个bronzer 颜色非常的自然 它只有一个颜色 但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适合亚洲人 因为它偏黄一些 不是那种很灰冷的那种颜色 所以更适合我们这种黄种人 那种黄皮肤的颜色 然后呢 它这个bronzer膏非常的自然 因为它本来就是个膏体这样的一种质地 所以用起来就非常的自然 你不会下这种手 很好很好推开 非常非常的creamy 怎么形容这个古葱膏呢 就是它是膏体嘛 它占据了所有高体的优点 但是它又没有任何高体的缺点 比如它有高体的优点 就是它延展性好 它妆效自然 很好推开 持妆性好 它又避免了所有的高体的缺点 比如它厚重 容易挪动位置等等 它都没有 它就真的是一个 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用起来又非常的轻薄 不会很厚重 像是那种粉状的感觉 但是一点又不干 就是我真的觉得 非常完美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很便宜 这个bronzer膏好像只要54加币吧 然后它很大很大一款 真的是用不完 从17年才就用了三年了 你看只能看到一个颗 但是真的是感觉 用不到底的感觉 而且也没有坏 这样非常的棒 我觉得2020年 我依然还会再继续用这个东西 其实2018年的 我高光的最爱品呢 推荐的是这个 CT的这个三色高光盘 和这个Mac的这个Double Gleam 这两个依然是我19年用的 非常非常多的两块裁妆品 因为确实 其实是我2018年年底才买到的嘛 所以我19年一直都有在用它 然后今天这个高光呢 用的是这个Mac的这个 非常非常的高调 它里面其实是黄色的基底 带了银色的闪片 所以它为什么这么亮 就因为它有那种银色的 那种颗粒钻石感在 但是呢 它又没有特别的灰冷 因为它整体还是一个黄调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很Instagram风格 就那种很精硕感 很强的那种高光 并不是一个自然装效的 而且它是能够看到 所以你进去里看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颗粒的存在感 就它存在感还是挺强的 会有一点显毛孔吧 但是它确实非常非常的高闪 是我平时也非常爱用的一颗高光 那确定我推荐这个CT这个高光呢 其实是限量版 虽然也不卖了 但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高光 所以也是一直都有在用 其实2019年呢 我还有新买高光呢 就是这个贝林飞的这个cookie 是我年底才买的 所以没有被我再入到今年 就在里面 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闪的 一个这种 就是偏粉色系的冷粉色 这样颜色的高光 你看这个镜头上看 就可以看到它的精确感非常的强 也是种很比较显毛孔的 这么一种高光吧 但是因为我只用了两个星期 所以我没有在这些视频里面 着重来提它 应该会是我2020年的 明诺最爱里面的最爱的高光 下面这个类别呢 就是腮红 一般年我推荐的腮红呢 有这三块 一个是这个开架这个Bird Speed的腮红 是Toast Cinnamon这个颜色 还有Tom Ford的这个06号 印衡别选和Mac的这个Warm Soul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腮红 其实19年我不怎么用这个腮红了 我觉得它还是有点太深了 因为我19年画欧美妆不特别的多 所以我后来没有怎么用这个腮红了 但是这两个腮红 依然是我19年一直都有在用的腮红 尤其是这个Warm Soul 虽然是我这辈子 可能最爱的一个腮红了 Tom Ford这个06号呢 我也一直都有在推荐它 我觉得这个腮红 真的是一定要人手一个 没有不管它的理由 Tom Ford这个也是我用的非常多 真的是一个很大牌的 质量非常棒的一个 粉质做得非常棒的一个腮红 那2019年我发觉这个腮红呢 就是主位的这个腮红 也是一个网红腮红了 那这个颜色也是买的最经典 最火的这个颜色 是Adore Me和Hold Me这个颜色 这边这个颜色呢 是带一点点这个闪片 就非常非常威 就还算是一个哑光 我觉得 但是也没有那么哑光 算是一个setting finish 那这个呢 是个纯哑光的一个 两边我都是一起用的 一般来说 我都会大面积的占着这个裸色 然后再最后点一点这个 有颜色这个橘桃色 就是我今天脸上带着腮红 它是个很有气色的 非常非常日常的 很百搭的一个这样的腮红 很温柔 很暖那种 桃的那种桃子那种颜色吧 但是也很有气色 不是那种过裸色的 而且它粉质很好 妆的也非常的棒 有染力 显色度都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个颜色呢 您就可以自己来进行搭配吧 你可以只用这个 或者只用这个 或者两个一起用 都可以看自己的心情 也算是一个一盘多用的 这样一个腮红 18年我推荐的眼影盘呢 是这两个 一个是Natasha Denona的 这个go的这个眼影盘 另外一个是Huda Beauty的 这个Nude的这个眼影盘 其实19年 我有很多视频 都提到这个眼影盘 真的是我一直 又轮流在用的 这么一个眼影盘 如果非要让我这里面选的话 19年用的这个go的 会更多一些 我提到过非常非常多变了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值得投资 买的一个眼影盘 确实是非常的昂贵 这个是要170加币 就非常的昂贵 但是我真的觉得 从包装设计颜色 质地选择等等 如果你要算它容量来说 它的客数来说的话 其实它没有那么的昂贵 还是很值得买 这个眼影盘的 然后里面所有的颜色 就没有1块是质量不好的 每一个都非常显色 磨得很细 粉质很好 不会非粉 性能度极高 然后8月份 我出了一个guerdy 我以前视频 用了这个眼影盘 当时有很多弹幕 就说怎么 就是说我运动手法 特别好 说怎么那个颜色 一下就被运动开了 好像从一个色块 一下就运动开了 说问我是不是 这个眼影刷好 还是手法好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都不是 我觉得是眼影盘好 就是它是粉质 非常好 所以你这个粉 晶晶晶染 就可以运动很开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每次用这个影盘化妆 我就觉得我的技术变好了 就好像用它化妆之后 这个妆效怎么看 就好像觉得我的 技术变高了 就怎么看都好看 我觉得是因为影盘的原因 就它颜色搭配一个是很好 二呢 是它这个质力 却会非常的棒 你很轻轻的 就可以把云云染得很好 就很有层次感 但是呢 我今天这个眼妆 并不是拿这个影盘化的 19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新发掘的影盘呢 就是这一个 Colourpop的 这个Soul Jaded Palette 那这个Soul Jaded呢 是一个YouTuber Cathing Lights和Colourpop合作的 我今天这个眼妆 也是用这个影盘化的 它里面是有30个颜色 真的真的 一盘在手天下 你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影盘你能想象到 所有的能化色系 这里面都能化 你想想这种 像这样的 我今天画的这种 橘金色的这样的颜色 像这三个颜色 是我今天主要用的这个颜色 就是橘金色嘛 你想画紫色的 可以 你想画粉色的 红色的 你也有了 然后你想画 奇怪的这种紫色的 绿色它都有 然后蓝色的你也有了 然后我今天这个眼皮上 我还点了这一个闪片色 非常非常的 闪也很日常 然后呢 我觉得其实像这个紫色吧 你看起来好像 不会用 其实很好画 我一般就是紫色 拿来放眼尾 然后前面点一个 这个闪片色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乱 用起来就是 特别特别的好用 就是算是打开了 我这种眼影的 这种创新吧 因为以前我画眼影装 基本上都是 大地色系 或者说那种 粉色系那种颜色 用了这个之后 我发现原来 眼影可以画 这么五彩缤纷 同时还很好看 就不会觉得很突兀 所有的颜色 看起来好像很彩色 其实里面都是 那种很日常的 很neutral的颜色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一个 设计非常非常棒的 就很有新意的 这么一个眼影盘吧 而且粉质也其实也还不错 没有说 它是顶东啊 这个粉质那么好吧 就对于这个价格来说 我觉得这个眼影盘 就很无敌了 而且任何的 各种各样的质顶都有了 像这种眼光的 普通的金属色 闪片色 然后这个呢 这个Diamond这个颜色是 Colourpop的那个 Super Shock 之前原来出那种 经典圆灌的那样的 土豆泥的那个质顶 你也有了 就什么样的质顶都有 而且什么颜色都有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眼影 就一直都很单调 都是只买一些大地色呀 什么你想尝试尝试 有颜色的眼影盘 但是你又不敢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适合你去尝试的 开启你这个彩色眼妆 这样的一个眼影盘 最后一个呢 环节呢 就是口红 那去年我提到这个 Dior 843这个红管 这个呢 是去年新出的一个 这个系列 是一个亚光 纯亚光的这个系列 这个843呢 是一个就这种 红棕色吧 偏红一些 其实今年用的不是很多了 因为今年我的嘴巴 变得非常的干 我整个脸 就变得很干了 今年 所以像这种 亚光色口红 用的比较少 今天我比较喜欢 用很滋润的 比较就日常的 这样一个颜色 这是我现在嘴巴上 带着口红 就是这个Hourglass 今年新出的 这个烟管口红 那我一个我买了两支 然后你可以买 这个替换膝 你可以把这个膝拔下来 你就可以只买一个 外包装 然后不停地去买 这个替换膝就可以了 它这个用量 价格来说还挺贵的吧 但是呢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它的质地 它并不是一个 纯亚光的一个质地 就它属于那种 setting finish 就属于 闲色度极高 好像是亚光的口红 又很持久 但是呢 又很滋润 就是质地很完美的一个 非常日常的 但是又很持妆的一个口红 就哪怕你 喝水啊什么 它会沾杯 就还是会transfer的 但是沾杯了之后 它不会掉 颜色还在 就还是持久度很棒的 然后同时很滋润的一个 这样的质地 那我买两个颜色呢 一个是 I'm addicted 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就是很传统的这种 肝脏玫瑰色吧 另外这个颜色 我买的是 我先嘴巴上戴的这个 是一个 土裸色 但是非常的日常 就不是特别特别的 死灰的那种颜色 就还是很适合亚洲人的 一个颜色 偏橘一些 这个颜色呢 叫做 I've never 显色度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颜色呢 是 I'm addicted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 I've never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颜色 然后我真的就特别喜欢它的质地 你不一定非常满 我推荐这个颜色吧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口红是很值得一试的 这两颜色 其实我更喜欢 这个土裸色一些 很日常 然后像这种 配用金色呀 橘色的眼影 就非常的好搭配 18年我推荐这个 Fenty Beauty的这个Gloss Bomb 其实这个是我 17年年底发掘的 然后一直都 用到现在 今天我有用这个唇彩 我觉得用了这个唇彩之后 我不想再买其他唇彩了 因为这个颜色非常的百搭 它不是那种透明的 它发一点点橘掉吧 但是真的很不明显 就基本上是没有颜色的 然后非常的高闪 很滋润很舒服 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 因为很便宜嘛 这个就更适合一些欧美妆 然后里面是我带金色的闪片的 所以就是整个人 是用很暖金那样的 颜色的一个状态 就很欧美妆 因为2019年 我还发觉很好看的 一个口红呢 就是我上一个视频 我推荐的这个BVIAB 这个16号色 这个颜色太太太太太美了 当时我在视频里 第一次用这个口红的时候 我一下就被它震惊了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的一个颜色 去纯哑光了 稍微有一丢丢感吧 但是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 一个土裸色 那这个颜色就是 更偏橘一些 这个是BBIE这个颜色 这个是Hourglass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更红 更粉一些吧 稍微就不那么那么的 土色 更橘一点 更可爱一些 就更好看 更显气色一些 下面这个口红呢 是这个Colourpop的 这个Just a Tint的这个系列 也算是2019年 非常火一些 有很多的博主啊 Instagrammer啊 都有推荐的这个系列 它是一个这样的 一种唇膏笔 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你可以这样转出来 非常日常很好用 就可以基本上 可以放在包里面 都可以随时拿来补妆的 而且这个颜色 就挺百搭的 这个颜色是D-Boys 你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质地呢 就是这种特别特别的润滑 但是呢 其实显得度还挺好的 而且很有光泽度 是一个这种 很日常的这样的 偏橘一些橘红色 也是发裸一点 这样颜色 就特别适合 叠压在唇线笔上面 很高闪 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不够滋润 就没有大牌的那种 唇膏做那么滋润吧 但是这个价格来说 非常不错 这个12加币 你可以买两只 是这一个韩国的 这个彩妆牌子 这一个是它的 Juicy Lusting Tint 有很多的博主推荐过 真的是一个设计的 质地完美无敌的 这样一个口红的系列 它里面上的唇釉 是那种 Lip Stain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会染唇的 非常的难卸掉 非常的持久 我喜欢这个颜色呢 是Apple Brown 今天我非常喜欢 这种橘色的颜色 就我觉得很显气色 然后很适合 配这种橘金色的眼妆 是这个颜色 就没有那么橘吧 因为它本来就是 比较轻薄这样的质地 上嘴以后呢 是很轻薄的 软唇的效果 就很鲜 很有气色 很嫩嫩的那种 韩国的那种 彩妆品的感觉吧 它这个质地 跟其实YSL的那种 407啊那种 质地很像 黑管那样的唇幼 质地很香 就很轻薄 很染唇 很持久 另外一个呢 也是我推荐过很多次的 是这个Dior的 这个620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是被我一直放在 我的包里的 就是有的时候 早上出去上班 我没有时间来得及 想要用什么口红 我就不涂了 然后直接就用 这个口红来用 也是这种润唇膏 比这样的质地 但是它比这一个 Colourpop这个呢 要更显色一些 就更有大牌 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颜色很漂亮 它偏红一些 它不是用橘色的 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显色 很高闪 这个是Dior的620 我觉得Dior这个颜色呢 并不是什么吐色 它更偏红一些 其实还是挺有气色的一个 不会说素颜涂不了的颜色 很百搭 这个Dior的这个系列 这个质地 是我见过的 最最最舒服的 同时显色度 光泽度优势 MAX这样的质地 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特别的脱妆 基本上你 你不喝水 不吃饭 你就这么带着它 它自然就会脱掉了 所以用起来很快 一天大概五六七次 都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呢 还想再提一个呢 就是这个 Too Faced的这个定妆喷雾 这个是我2019年开始用的吧 但我觉得它真的 非常的适合干皮 就整个它这个 Handover的系列 都很适合干皮 然后这个 我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的光泽度 非常的明显 就是你不用之前 和你喷了它之后 区别很大 你能够一下子看到 那个光泽度 就up up 就一下就上升 所以说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我今天其实没有用它 我现在给大家用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它这个光泽度 能不能在这个镜头上 能够显现出来吧 但是我觉得 好像能看到一些 好像这个脸颊这部分 是不是感到这个高光 整个这个腮红这个区域 就变得更加的 有光泽一些 就整个脸 而且额头上这里也有 你们能看到吧 大家真的能看到 它光泽度真的非常的明显 用跟不用真的区别很大 所以我觉得冬天 我特别爱用这个喷雾 而且就是用起来 就一下子觉得 一个人就特别的glowy 它没有什么定妆的效果 主要就是这个光泽型的 一个喷雾 好 那以上就是 我2019年年度彩妆 最爱的一个分享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视频 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呢 会有2019年年度 最爱的护肤品 和一个小个子 一个冬季穿搭的一个分享 所以如果想看那些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这样你会错过那些视频的发出 拜拜